一个名为WilerMN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部诡异视频 这视频拍摄于数年前的新闻直播 能看到一栋破损的建筑内 周围挤满了救援人员 他们正在搜索幸存者 仔细观察视频 在墙壁的裂缝中出现一个小孩的脸孔 但周围的人似乎并没有发现小孩的存在 这样诡异的情况并不寻常 有网友觉得 视频中那小孩并不是真实的人类 而是鬼魂等之类的超自然个体 TikTok上有个名为 Twitter of the Excerpt的账号 上传了这部诡异的视频 视频中的男子 是一间剧院的夜班经理 他平常都是最后离开的人 这天他突然收到警报 表示有人在剧院底层 于是他就下去地下室巡查 The bathroom The shower turns on and sends chills up my spine Whoa Someone's in here Yo, it's midnight You Phone starts to glitch Someone behind that Okay Alright, um Let's see There's gotta be somebody down there Let's go the other way Yo These lights were off Hello Someone in here, seriously 男子先到演員休息室 他邊走邊呼叫 有沒有人在這裡 男子打開燈查看 放眼望去 休息室空無一人 接著男子回到走廊 往下個房間查看 Wow Someone's in here 這時他聽到浴室有聲音 於是他就走到浴室裡查看 但並沒有人在裡面 男子之後走到一旁 這個角落被布遮蓋著 形狀看上去 像是有人躲在裡面 他快速的拉開布 但裡面並沒有人 男子感覺到有人在地下室 他查看廁所後 又回到休息室查看 當他來到休息室時 發現燈已經打開了 他立即查看各個角落 同樣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蹤影 就當他以為這件事情 將告一段落後 事情發生的一個星期後 男子在舞台查看時 記錄到了異常的畫面 放慢視頻人看到 他身後的走廊 有個人影快速閃過 男子陸續遇到怪事 網友覺得這劇院可能真的鬧鬼了 一個名為 所以Masha Look的TikTok帳號 上傳了這個詭異的視頻 當時Masha正躺在房間的床上 他注意到桌子上的飲料瓶 像是在移動 我聽到聲音 在那邊 從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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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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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沙江江 老沙江 老沙江江江間 要看 老沙江江 你不想起来,好恐怖 天啊,天啊 天啊,天啊 天啊,为啥 你还在移动? 你还在移动? 天啊,天啊 天啊 我还在移动? 有个人在移动? 我还在移动? 于是他就走进查看 Masha走到桌子这里时 饮料瓶突然自己左右滚动 像是有隐形人推动似的 这情况吓得Masha大叫 立即跑出房间 Masha在这之后 上传了一个描述她家中的娃娃 如何自己倒下的视频 然而这视频却拍摄到诡异的东西 感谢观看 用最高的玉璃 mü? 就知道這要是保持的 好,有皂的玉璃 現在的玉璃 讓我可以解釋一下 把玉璃璃 aquí está la muñeca lo que a mí sí me hace sorprendente es que pues la repisa todavía está un poquito ancha como para que la muñeca sola por mal acomodada se haya resbalado o algo así y la segunda pues si la estuviera mal acomodada se haya caído se haya caído de lado pero la muñeca cayó hacia el frente o sea lo que hizo fue caer hacia el frente de este lado de los de mis hijos y las moscas y se caen y ahí siguen aquí por ejemplo aquí siguen pero no o sea no vuelan ni no están volando en toda la casa 放慢视频能看到 Masha介紹圣诞树后 镜头就转移到她的身上 但在她身后的角落 却出现一个黑影 之后Masha 讲述娃娃掉下的过程时 电视屏幕 反射到她身后有个黑影 可当Masha打开灯后 黑影就消失不见了 这真的让Masha 感到匪夷所思 你觉得这真的是鬼魂作祟吗 Youtube上有个名为 SS3 Paranormal的频道 这频道是由Andrea Raya Samuel Vicky 和Charles 他们组成的 灵异线下调查团所管理 其中就有一个视频 来源于Andrea房子里的监控录像 能看到她坐在房间一旁 在她身后 放着不少娃娃 一阵子后 房间里突然响起 响亮的声音 中文字幕 Andrea立即转身查看 她查看了一会儿 但不能确定刚刚发出的声音是什么物品 从播视频人看到 橱柜上一架红色的玩具车 自己缓缓的倒退 而Andrea并没发现 之后Andrea回到房间 才惊现玩具车不见了 这样鬼的情况不只发生一次 例如还有一次在无人的房间里 放在地上的灯会自己打开并倒下 橱柜上的仪器会自己开启 礼物包装紙会自己摇摆 还有晚上时房间会出现不明的光点等等 你觉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名为Hirella Vlog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Hirella和朋友夜晚时 大语出名叫Magic Kingdom的公园探索 据说这地方有很多闹鬼的传闻 1913年时 这地方是公墓 现今改成了公园 还有游泳池等 但并没什么人敢来这里玩 久而久之后 就被人废置了 这地方是不许多了 那种旅游泳池的公园 现在这地方已经死了 有一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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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得了 这地方 不猜 但是这地方 这地方很不辯 这地方 这种地图 是 这部份 特别 这地方 已经到达了 12晚上 这样 公园里没有灯光 漆黑一片 Hirela边走边讲述这里的闹鬼传闻 一切看似很正常 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但从播视频能看到 在Hirela的不远处 有个黑影在缓缓的移动 有人会觉得这可能是Hirela的朋友 但她的朋友当时在高地的左边 离黑影的位置很远 如果这是鬼魂 是否能证明这地方真的闹鬼人呢 你觉得这有可能是墓地附近的孤魂野鬼吗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天马行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